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今天是8月11号 那现在香港有时差问题 香港刚刚经历过三天的 叫做万人送港 万人应该是叫万人送港 去了很多人到机场 去寻求全世界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 在这其中还爆发出不同的说法 而港澳办的主任张晓明 在三天前来到了深圳 把香港的建制派 最顶层有影响的人都叫到深圳 把门一关上 说叫座谈会 那肯定他把人家骂了 他把人家骂是因为习近平把他骂了 然后表示中央绝不 叫什么 中央一定出手 说我的话 你要不出手 你都是亡把脑袋 亡把脑袋老缩进去 你出啊 你要有手 你早出了 你还等两个月之后啊 对吧 林郑辞职你就不敢面对了 所以你连手都没有 这个手呢一语双关了 对不对 连脑袋都没有 脑袋按照香港人说的话 叫缩头乌龟 那个词听起来 反正北京人听起来就觉得不好听 来不来就说 这个林郑月娥归缩了 这个习近平也归缩了 我看是 所以他说的出手 通常人们解释成叫 武力战友 解放军出来 我的话 谁不出来 谁是 谁是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出来太简单了 喝着咖啡就出来了 谁能拦你啊 那大门你自己把的 军人是你自己的 枪是你们家自个儿造的 中间有人挣了回扣了 你不出来你都是这个 武力占领香港 比喝咖啡还容易 谁不出来谁是这个 谁不让他出来 最大的阻力是习近平他自己 开玩笑 对吧 所以出来你就出来了 然后我有期节目说 你香港部队 这个军人进入了香港 我就问你一句 然后呢 你不想死吧 说然后我死了 这事就了了 你出来占领香港 你就不想死嘛 对不对 你想展现你的权利吗 然后呢 半天香港就是新疆 再然后呢 你们家的港币全成烂纸 吓唬孩子 孩子都不会吓唬尿了的 因为他觉得 怎么有这么优质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林郑批评 示威者大规模的暴力 和不定时不定点的破坏行为 特别呼吓 特别呼吁和平示威者 不能纵容暴力事件 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 要放下分歧 他与政府愿意聆听 你说他有脸吗 你不要骂人家臭不要脸 跟党走没有脸 他以英文回答记者问题 强调 不会为了停止暴力 而向示威者让步的 他出来的概念 是张晓明威逼的 然后警察的行动部 行动署的署长换人了 这个邓炳强下来了 换了另外一个人 那这应该 整体这种过程呢 应该是习近平在 北戴河他们做出的决定 也就是 这应该是生死最后的搏杀 后面要经过这一段时间 要经过这段时间 这是一段生死搏杀了 因为换人了 说话了 转向经济 还是打击香港人的弱处 在他们眼睛里 因为香港生活很难 那林郑月娥的概念 只不过是用这种手法 分化香港的抗议者 然后呢 他期待着 是在学生开学之前 还有一个月就开学了嘛 这个因为抗争的主力是年轻人 那学生呢 没有钱 要靠家里支持 那现在怎么办 他就这点手法 那警察会怎么做 你要看那个姓刘的 邓炳强肯定完蛋了 那习近平怎么做 什么原因 你就看他了 所以张晓明是代罪立功 来想整合 但想象不出他能做出如何 因为所有这一切 还是跟香港的主体对抗 中联办 港澳办早前会谈表态 林郑 香港回归22年 从来没出现过 如此严峻的场面 中央表示 是关注 是完全理解 我没有说放的是 非洲驴屁 这叫什么话 都闹到这份上 会负起这个责任 把目前情况稳定下来 同时他说 香港的情况继续恶化 中央不可能坐视不理 推卸责任 他要辞职 习近平不干 他辞职 习近平输牌 而找不着 没有人会替他 他辞职 表明香港人抗争的胜利 会激起更大的抗争 而习近平不让步 就今天这样 财政司司长 称企业保就业 重点为中小企业减轻负担 开支 提供资金周转上的协助 所以这就是罢工 对他们打击巨大 他害怕罢工 害怕罢工原因是什么 罢工直接触及到香港经济 现在香港的旅游业 已经受到了重大打击 那香港的旅游业受到打击 那香港的小企业 店铺 零售业 应该是历史上的被打击 这样的延续 这是前头了 在这样的延续的过程中 如果再出现罢工 将直接影响到香港的金融 金融体系 而那里面 是今天中共上层 大部分家族的钱在那里 影响巨大 另外一个就是川普已经发出 我那天节目讲了 川普扔了个鱼耳 这个华春莹 华大姨 傻瓜 是夸一口就咬上去了 这受党的训练 半年之后真实在 那一口咬了 就不撒了 川普说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跟中国的事情 他们自己处理 华大姨就 就意思就是说 川普一辈子没说人话 就这句话是人话 当你咬完之后 川普后面就说 如果你习近平再跟我打 你打下来 下面我就废掉 香港特出关系法 香港特出关系法 不用通过国会 总统一签字 签完字就停止 香港的出口港口 就跟深圳上海一样 大连港是一样的 所有关税立刻上去 那接下来干嘛 在香港做生意的 几万的美国人 估计得有一半人 立刻退房子 回家 还没得干了 立刻退房子 回家 没干 没法干了 那有人干呢 对不对 开玩笑这是 而民主派认为是由林郑一手造成的 中央态度继续强硬 香港民怨不会消失 促林郑 回应诉求 这没用的 习近平不撒口 有一个动物咬上都不撒口 习近平不撒口 是因为 他的面子胜过一切 他要仰仗共产党的力量 其实他是被 其实 你让我说 就像被动物糊弄了一样 他认为只有共产党的力量 才能使他成为这地球上的主 我不看完他真的要成主 这是他的方向 所以他战胜川普 认为是他成为这地球上的霸主 什么意思呢 他可能梦想自己会成为 拿破仑 凯撒斯的人 自由党立法会的议员 同香港中小企业联席会的成员 9号下午举行记者会 阐述了目前的状况 生意同比 下跌19% 一个月 旅游区 跌幅更大 有代表讲说 销售额已经双位跌幅 就是上升了 上升超过10% 将会冲击香港的经济 他说 有些日子完全没有生意 担心未来的经营 这是我们看到 据说建制派组织的一个团体 叫做首位香港大联盟 周末要发起全民撑警运动 那你再去弄大妈 你不就完了吗 500块钱一位 真挺便宜的 准备了1.2万面红旗 1.2万面 太少了 那撑警大会都说来三十几万人 你才能1.2万面 你干这事你都鸡贼 对吧 搞不好中联办给了你买旗子 那是5万5万个旗子的钱 你给抠了 因为现在生意不好 有朋友说乐 我跟你讲 真的 这些人就这东西 在深圳 在海南 在上海 吃喝嫖赌 上外面耍 乱来去 来完了 那些人 在给人家钱的时候 都打折 就这些男人 什么都吃 什么钱都要 什么肉他都啃 什么骨头都不咸 你说那是人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